打扰一下各位啊 打扰一下 本店新增这个台湾小吃 柯宅间 欢迎大家品尝啊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 挺好的呀 那有几家公司找您的事啊 好多家的 放心吧 结果肯定会好的 一切都会顺利的 我努力就是 你还在敷衍我 没关系啊 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嘛 我不能想办法 我没有敷衍你 我就是想让你别操这份心 操心也没有用 那这样不行啊 你应该要想办法 让他们知道说你是被冤枉的嘛 没关系 行人不能说我一辈子都长不上工作了 没关系 我觉得暂时休息一下也好 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就是你们公司啊 无缘无故把你解雇 那应该有遣散费啊 你知道吗 在台湾啊这是可以告他的耶 公司 我走的时候把该给的公司全都打了 该报销的钱也都给我报了 那还要什么 还要前三费 你横是不能让我一趟一趟去找吧 多没面子 没有面子钱就不用要了 我觉得啊该要的还是要要回来 那你说去要钱没面子 跟姐姐姐姐姐就有面子啊 太阳姐老是觉得我们俩像小孩子一样 就当是我连累你了成吧 我有说你在连累我吗 嘉宇多吃点 这菜都是你爱吃的 妈 我吃饱了 我刚好没睡觉 尝什么呢 劳动法 劳动仲裁 你 你不会是要告我们公司吧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不过 以你老板的个性啊 大概是还没有受到律师信 你就害怕了吧 律师信 不是 你 你别把这事搞大了 我还得跟这圈混哪 我跟你说 他们就是摸准你这种心态 才敢随便开除你 你放心 我正在查相关的法规 我所有的计划呢 都在合法合理的基础上面 只要你听我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挽回你所有的损失 还有还你的清白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嘛呀 我来上班啊 你上什么班啊 你上班 不是告诉你 不用来上班了吗 你还来 你说了算吗 你说了算的吗 废话我当然说了算 你是领导啊 我不是领导 但我能代表领导的意思 你说的 我说的 你能代表领导 完全代表 你这个领带跟衬衫特别不搭 也尽快了 关你什么事啊 关你什么事啊 都陆远来了吧 好 邓姐啊 我 您您您先别挂电话 没有 我就跟您说点话 耽误您一会儿 我想问您啊 就是我 我这个月的工资怎么没发呀 正好 您想合仗是不是 你上个月给我干了十八天工作 我已经向会计给你打出十八天工资了 怎么着 没收着是吗 您看您说的是上个月 我说的是这个月 这个月 你脑子没进水吧你 你已经被开除了你知不知道 开除这事是这样的邓姐 您肯定知道劳动法对吧 劳动法里边名文规定了 他说如果说企业领导要开除下级呢 肯定得是出具一个书面的一个通知 您不能说口头上说开除了这事就了了 行 真好 你给我讲劳动法 好 你不就是想要开除通知单吗 我这就让秘书给你打出来 好 那我过去取吧 行了 打住 我让快递给您亲自送过去 好吧 你别再出现了 我可不想再看见你 邓姐再见啊 放心吧 我都录下来了 等着吧 走 好 拿出来 好 你这搞什么名单啊 很好 有了开除通知单这一切都好办了 我跟你说 开除别人是要支付补偿金的 有了这个开除通知单啊 就可以证明是你老板开除你 那上面呢只有他的签字 没有你的签字 就等于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是他单方面的决定 我 我就凭这我就能告人家吗 我们还有很多证据啊 比如说今天早上 你跟你老板讲电话的通话记录 还有刚才你打开信封 拿出这个开除通知单 也被我录下来了 这些就是证据 不是 这 这个又有什么用意呢 你看啊 这个快递的地址上面呢 写的日期是今天 可是你老板自作聪明 把开除通知单 跟你离职的日期写上同一天 到时候你在法庭上面 你可以说你根本就不知道 也不接受被开除这件事情 你太聪明了 我怎么没想到呢 更何况你老板 也没有开除你的理由啊 将来在法庭上啊 只要他一认错的话 就等于还你清白了 我为什么就不早点跟你上来这事呢 你太聪明了 我太佩服你 先别夸我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好 告诉你 打电话给你老板 跟他说我们准备起诉他 让他赔你三个月的工资 作为补偿金 他真的给了咱们三个月补偿金呢 我就说吧 他这种人啊 根本就没有胆子上法庭 你太厉害了 知道了吧 以后任何事情都要找我商量啊 我错了 沈老师 我错了 请不要忘记您的补偿日期 这是一笔意外之财啊 我们庆祝一下吧 好啊 走 走